哈喽,我是Zender 在日服冠ECAPS 发现一款体验版游戏还蛮特别的 这款游戏名称是 Yumeiro Yuramu 它下面还有写一小排的字是 Yakutsukuri Puzzle 它是一款图形的异智游戏 就是一款异智类的对战游戏 它预计在2023年的10月26号上市 目前只有日文版没有中文 我这边大概玩了一下体验版做个小小的分享 这款游戏有别于一般的魔法气泡或俄罗斯方块 它的游戏方式是随机抽出两个颜色 然后再去做排列组合图形后 根据这些图形会做分数的加种 而加种的分数可以召唤魔法跟对手比拼分数 若分数大于对手 可以攻击对手的HP 当某一方的HP归零时游戏就会结束 游戏的组合图形是相同颜色组成一个俄罗斯方块的图形 像是正方形一字凸形 左L右L 左利右利这些 若组合超过四个或者说没有四个一组 就不算组合好的图形 另外组合也有界限 假如说超过最上面第二条线 它的组合就会消失 那分数的计分方式是根据你组合这些图形的重复性 还有相同颜色的重复性去计算你的分数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组合形状也有分数的加成 目前体验版玩下来 它在故事模式中会有很长一段的教学 后面会有一小小的实战隔几场 我觉得这个游戏方式蛮有趣的 如果和实际相当的朋友玩应该蛮刺激的 还有在组合的时候就是要瞬间思考 如何用同样的颜色去组合 然后把空间填满 达到最高分数去击败对手 若喜欢玩对战型抑制的游戏的话 个人非常推荐这款相当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下载体验版来试玩看看 觉得不错再购买下载 我的游戏分享到这边结束 后续会再介绍其他我觉得有趣的游戏 若喜欢我的游戏分享 请订阅分享按个赞 我是Zender 祝各位游戏愉快 再见 请订阅分享